大师兄 现在不是见面的好时机 走了 二位上仙 好久不见了 今日见到二位真是高兴啊 来 语别请 语别请 好 娘亲怎么眼睛红了 是吗 娘亲许久没来到水晶宫 有点潮湿不习惯 那我们去找傅君吧 叶华君私会佳人 我就这么过去 未免太不识笑了 娘亲快走吧 你傅君 或许并不想被人打扰呢 娘亲再不进去放打鸳鸯 夫君就要被那妙卿公主抢走了 你看 你夫君啊 青春正健 那妙卿 我看也是豆蔻年华 这年轻男女啊 相互私募 本就是轮朝 人家既然已经做了鸳鸯 我们何必做 去打那鸳鸯的棒子呢 对不对 坏人姻缘本就是不好的事情 那妙卿跟你有什么 神仇大恨啊 你要去破坏人家 娘亲这是在责怪阿姨吗 好了 好了 她虽救过我一次 但我也好好向她道了谢 她却自以为从此后 便在夫君面前有所不同 一直赖在娘亲的郡基山不走 失禅夫君很是讨厌 救命之恩是大事 其实你说一句道谢 就能了事的 她不守本分 她明知夫君有妻事 却还来纠缠夫君 才住娘亲的房子 用娘亲的吹锯 还来抢娘亲的夫君 你方才说 这东荒郡基山 是肃锦的 不 不 不是肃锦的 是娘亲你的 夫君说 娘亲当年是个凡人 要与夫君 在东荒郡基山相识 你娘亲是个凡人 不是肃锦 娘亲怎么又糊涂了 孩儿还是您生的呀 真没想到 太子殿下唯一的儿子 竟是个凡人生的 不过你从未见过我 怎么认得我是你娘亲呢 夫君画了两幅丹青 挂在寝殿和草屋内 就是娘亲 方才在花园的那个扮相 以身轻衣白鳞遮面 难怪 后来夫君说 娘亲生小阿姨 就跳下了朱仙台 还说娘亲去了坊间 准备回来的 朱仙台 原来她娘亲 当年抛下她 跳了朱仙台 那想必是 连尸骨也找不到 这孩子也真是可怜 娘亲这不在乎的模样 是不是已经心犹所属 不要阿姨和夫君了 你看啊 娘亲确实与你夫君有婚约 但今日才见到 韦石谈不上在乎不在乎 切口 提要娶后娘娘要嫁后天 阿姨果然用了这名字 我该尝不了团团圆圆 要一个人孤孤单单 你们都不要阿姨 阿姨一个人过罢了 阿姨 好了 好了 不要哭了 不哭了 不哭了 祖宗 我既是你娘亲 又怎么会不要你呢 是不是 没事 没事 不哭了 可你不要夫君 你不要夫君 夫君就会娶了那妙卿 夫君娶了那妙卿 并生一个宝宝 就不会再要阿姨了 你别哭了 我 我 我既是你娘亲 又怎么会不要你夫君呢 你夫君是我的心 我的肝 我的宝贝甜蜜价 是不是 真的 比真情还真呢 那娘亲快随我来 娘亲跟你出场了 娘亲跟你出场了 我想想看啊 不要怎么出场 孩儿见过夫君 早就要是你让她 她是一样 还要大事 富城 瑳珊 那个 眼下这样的光景 倒让我不由地 生出一种作诗的意境来 妹妹说是与不适啊 天苍苍 野茫茫 有一只红杏 她要出桥 妹妹觉得可应景啊 娘娘息怒 妙婧布置娘娘奉嫁 妙婧万不敢做娘娘妹妹 妙婧只是私募君上 并不求君上答应妙婧什么 这次兄长要将妙婧嫁到西海 那西海二皇子却是个顽固子弟 妙婧实在是没有办法 才出此下策一武相邀 妙婧只愿生生世世追随君上 做个婢女伺候君上 并无他想 求娘娘成全 你说的那西海二皇子可是蝶蜂 正是 他哪里纹固了 你倒说来听听 他 他之前在昆仑须 确实是个正人君子 但自从墨渊上神去了之后 他到了西海就一直消沉 终日饮酒作乐 闻赏美人 竟是如此 妙卿所言 句句处诗 估计是东海水君 急着让妹妹攀附上叶华 才叫她如此说的 看她样子早就对叶华情根深重 大师兄娶了她也没什么好 小团子 这位姑娘看起来呢 对你夫君的真心 真是日月可照 我这一棒子是真正打不下去了 我还是走了 你不要走 杨卿方才还说 夫君是你的心 你的干 你的宝贝甜蜜蜜 别人来抢夫君 你却愿由他们抢去 你说话不算话 你说 我是你的心 你的干 你的宝贝 你的甜蜜蜜 你 小小 你是跟我创伤 还是真的叫我忘 完了 莫不是这太子 听不得什么甜言蜜语 又神志不清 将我当作他的娘子了 你 你明明都知道 还偏要我讲出来 死刑